NAXI 慢慢開 這是出土文物 你確定你這樣開喔 這個沒有 這是... 王大哥你在等我了 十八四萬塊喔 身外之物 王大哥自從講了剛才酒仙的話以後 一切都看淡了 一切都看淡了 就淡薄明明 是外之物了 沒有關係 酒就是用來交朋友嘛 就把它給喝了對不對 酒就是拿來喝的嘛 你還有其他瓶 所以開這個是OK的 長怎樣 而且不是要把它打開 你看喔 王大哥全部都不是胡周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 應該是咖啡瓶 對 沒錯 咖啡瓶 咖啡瓶 這瓶氣勢不一樣 氣勢不一樣 而且跟我們看到的那個 茅台酒的酒瓶是完全不一樣的 來 後面一樣寫著 特需專用 然後它的前面這個地方 再給大家看一下 我剛剛看了一下 2007年的5月15 而且它寫的是特需專用酒 然後貴州省茅台鎮 我看一下 珍藏酒業有限公司 我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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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蹊蹺喔 真的嗎 黃大哥 你們有秘密嗎 來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真的茅台酒的 給大家看一下 來 它上面寫的是 貴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可見這兩個酒的出品廠商是 不一樣的 因為它在貴州做茅台最大的姓賴 賴毛 叫賴毛 當初總共其實呢 總共在茅台鎮裡面呢 最有名的做酒方的話呢 有三家 那三家呢 當時要出去比賽的時候呢 就把這三家的酒方全部都聚集起來 其中呢 就抽了一瓶酒 其實呢就是賴毛的酒 然後呢 到國外去比賽 那在那個會場裡面 打破的那瓶酒的話 其實就是賴毛的酒 他們很厲害 他們就故意打破 對 故意打破 讓它酒香四溢這樣 那怎麼辦呢 黃大哥怎麼辦 什麼怎麼辦 等一下 咕這 好來 你要問我等一下怎麼辦 要抬得出去還是要怎麼辦 你不要用當步的那種咕法 好 那個王大哥 你現在反悔還是有用的 就是三萬塊錢直接賣給他這樣子 不賣 不賣喔 好 來 但是我希望你 好好再幫我包回去 我會幫你把它包回去 這是最難的 你包 你包 包三天都包不回去 你是江西人 我知道 好 我們來顧一下 這一瓶2007年拿到的 30年的茅台酒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錢 無價 為什麼 因為這不是正常的 意思是 這個是其他家做的 那麼它的味道不對 我剛才聞了它有滲透出來 它的那個醬香型是不對的 所以這個一般來講 我們是不收購 講真話 這是實話 所以三萬塊錢賣給你呢 不是 不收 不是正常嗎 真的正常 我看你的臉順 新大哥你要考慮一下 不是 真的 真的不收 這中南海的 對啊 黃大哥 黃大哥 我不應該把它拆了 對不起 其實 不拆的話 可能還有20萬 我覺得你的麻煩比較大 我覺得我麻煩真的比較大 沒有 這個台商很多就是說 它拿來什麼特工什麼的 然後我們就很期待 我們喝過幾次 就是說 都是一些官員送的 那他們一開就不對啊 就很難喝啊 我們就知道類似 都是類似這種情形 所以一般我們看到什麼特工 然後我們大部分都是不收 為什麼 因為99.9%都是假的 黃大哥你不要理他 他想要騙酒喝 沒有… 那接下來那一步 就是叫你把它打開來 不用… 因為你聞味道就知道了 你現在 是不是假的 你聞味道你就知道了 就知道我在說 二九零你說這一瓶是假的嗎 不是正常的 而且那個香料味太… 你們的味道也跟得差不多 不一樣 你等一下你聞一下 可是黃大哥喝過啊 這瓶酒 它真的有露出來了 這是醬香 這是你要深呼吸 它有醬油味 那個是臭味 那個是香料酒 可是你要說是假的 這個應該這樣會嗎 我沒有說是假的 是說 它不是正統茅台酒廠出來的 不是賴家做的就對了 也不是正統的 貴州茅台酒廠做的 就是一般民間做的 但是它有可能是 真的是為了那個 中南海的人做的 中南海搞不好 到了那個茅台鎮 他發現了另外一家酒莊 做得比那個茅台酒 要來得厲害 不可能 因為它的味道 滲漏出來的味道是不對的 是臭的 好壞滅喔 我以為這是皇帝喝的耶 那怎麼辦呢 回去把它喝掉 當然啦 我們是不是就喝掉了 我管了對不對 對不對 那就隨便包一包吧 不會啦 我還是會把它包回原狀 對不起 王大哥 沒關係 好 老酒林負責包 包回去搞不好變真的 沒有啦 這一瓶要有價值 今天所有的人都簽名 包好以後簽名 可以送拍賣的 好 王大哥 沒有關係 我們接下來要來雪恥一下 這一瓶酒的話又不一樣 來 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瓶是成年的這個特級紹興酒 這瓶酒怎麼來的 但你剛剛講說 我們來雪恥一下 你覺得這個是個羞辱嗎 沒有啦 沒有...沒有羞辱 對不起 不是雪恥... 沒有啦 開玩笑 這酒是我們一個歌手叫黃大神 是 他往生以後 他太太送給我的 算了一個紀念 所以他這個... 這個時候的話 有多少瓶這個酒啊 還是就只剩下這瓶酒 然後送給這瓶酒 我不知道 因為大神這個人 他生前是比較... 比較小氣一點 那個... 他也難得拿酒給人家 對 我把他這個酒一拿回來之後 當然就是... 有時候一看到這瓶酒 我也去想喝他 就想到很多以前的事情 算是一種回憶 因為你們當時的話 還跟... 趙樹海 我們組MIV 對不對 那時候為什麼會組一個MIV出現 沒有 想三個老歌手都沒事做啊 這個剛剛... 小Y他有這個構想 就幫我抽在一起 對 那這個... 原來就叫Music is back 但我們後來把它改變成Money is back 錢是最好的 那... 後來... 我們三個人做了兩張 就是口水歌 把民歌的重音再詮釋了一遍 對 沒多久他就... 就是開始瘦了以後 覺得... 滿怪的 我說你只要全身去檢查一下 結果他發現已經是胰臟... 胰臟癌 末期了 對不對 大概不到三個也走了 就走了這樣子 對... 所以MIV後來就... 因為他離開了以後就沒有再... 就少了那個V 就少了V 然後所以呢... 現在就只剩下你跟這個... 邵素海 對 好 但是呢這瓶酒的話呢 充滿著當時民歌時代 以及後來呢這個... 中年的時候再重新組那個 MIV的一個回憶 對 好 那這瓶酒的話 你也都捨不得喝 不是 我覺得我想喝的沒有意義嘛 對 對不對 讓他擺在那邊看了 但是每次看到這個酒的話 我就會想到他這樣子 不會 我會把它放在 在我台子比較低一點 我幹嘛那麼多回憶啊 真的耶 黃大哥的回憶 還真的滿多的 黃大成的歌好好聽喔 金山古道啊 對 你要不要來一個啊 沒有... 他的歌聲比我好聽說 沒關係 我們請那個... 許勝美來唱 許勝美現在也到大陸去駐唱 我怕我這樣會誤蔑了那個... 黃大哥的歌 他的金山古道你不會唱嗎 你還是千萬不要唱 沒有啦... 要對你唱 來 勝美先喝一瓶酒 你看 他唱歌我會流汗 上次我們給他唱了一次啊 我們就決定以後不要再讓他唱歌 哪有 我唱得很好 哪有 黃大哥 我們先喝酒 我們喝酒 我要先拿車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瓶這個成年的這個紹興 特級紹興 你連看都不看 你怎麼瞧不起這個 不敢看 為什麼不敢看 這裡面又不是骨灰 這個... 我是怕黃大成 你打了我一頓 黃大成晚上要來找我 那我躲不了啊 找你喝酒有什麼關係 好 來 我們來估一下 所以你也不曉得 這大概多少錢 我不曉得 不曉得 好 來 這個... 黃大哥的話呢 是打了一個問號 不知道多少錢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 成年的特級紹興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錢 無價 他說什麼意思啊 你說那個茅台症 我們不知道也就算了 這個最起碼也是 我來解釋一下 第一個... 第一個 我真的怕黃大成來找我 第二個 我怕他也會打我 我真的會怕 這個東西其實他出來只有五六百塊而已 他不貴啊 他當時的售價很便宜 那... 他是1.2公升的 那第二個是 他是83年的 對不起喔 你拿出來賣罰你五萬喔 為什麼 他那時候標示都是有效期間一年 食品商標法你超過的 就是罰五萬 那有沒有壞掉 會不會壞掉 這一瓶沒有漏就不會壞 紹興酒會漏就容易壞 這個沒有漏嗎 因為他沒有... 對啊 那麼第一個你叫人家來收購紹興 所有的收酒的人 看到這個他是不會來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油錢比這一瓶貴 油錢工錢比這一瓶貴 紹興的酒精%數是多少 15% 16% 聽說15%的酒 他放酒了以後其實 會走味 味道會走味是不是 不是 蒸發的關係 還有你太熱的關係 那如果這種紹興酒你放得很涼 他都沒有蒸發 50年還是很像果實一樣 很好喝的 這個放酒就變成女兒紅嗎 對... 一樣的道理 不過你可能要把它埋在土裡面 沒有 他怕蒸發 他怕蒸發 第二個 如果你收這個來賣 你擺在店面 一旦那個煙酒管理課的來 他來查到 就是罰你5萬 還有 你如果上面沒有錦魚是12萬 剛好17萬 那誰要買這個來放 你說查那個過期商品 那現在查油都查不完 查到這個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東西 在收購酒來講的話 他是不收購 但是如果以喜歡喝紹興的人 來講的話 他會用大概只能賣說 他的零售價 就是五六百塊這樣 你跟他買來喝而已 他沒有辦法增值 但是我為什麼不估五六百 因為黃大誠跟他的好朋友 都是名人 都不能得罪啊 好啦 但是 我這幾天還要錄影啦 所以我爸今天真的輸下去 好 但是我爸在店上 被你破壞到我 你是管訓了 我被抓去管訓了 你真是的 今天謝謝王大哥 謝謝… 走了一個小壇 來了一個大壇 我今天才是來雪恥的 你是來雪恥 你上次是怎麼久啊 上次被他弄出一個說假的嘛 酒鬼嗎 就很臭那個嘛 對啊 他不是假的 他是香料酒 不是啦 他那個是那個 最上次那個很臭很臭的酒鬼 他那個是裡面有那個塑化劑的酒 對…不是假的啦 不是酒 奇怪 什麼酒都有 今天這瓶就完全 沒有問題嗎 開玩笑 正常的 這麼大的一潭 來 這什麼酒 這麼瘦酒 大驅酒 大驅酒 而且這個是金門 金門酒廠的大驅酒 那這個就是 那個時候的金房部司令官 送給我爸爸的 金房部司令官 為什麼會送給你爸 我們家的好友啊 我爸爸的同鄉 他那時候大概74年75年的時候 對 他是金房部的司令官 那所以只送了這一壇是不是 還有一些 就是他幾乎 他在馬房部的時候 就送我們馬祖酒廠的這個酒 好 那還有蔣經國的壽酒 然後那在金房部司令官的時候 就送了我們這一壇 這個酒的話還滿滿的喔 對 來 我給那個老九霓你看一下 這麼重喔 因為很重 還滿重的 而且這瓶酒我不太敢碰它 好 這瓶酒 您自己估價的話大概可以估到多少 我有特別去請教了一個朋友 我本來以為大屈酒就是那種 我們都看都是小瓶的嘛 然後我很少看到這種大瓶的 那他是跟我講說這個不錯 那我想那個小瓶的老九霓 你每次都講什麼幾千 對 那這個重量 重量也好 保存度也好 各方面我覺得應該都不錯 所以我認為至少五倍吧 而且我們看一下它的那個蘋果的地方 不能摸 蘋果的地方的話呢 保存得非常好 不要摸 但是呢 你不要又把人家投弄壞了啦 你試看看嘛 我們紙都拆了對不對 沒有開玩笑它已經在裂了 裂在這裡 這把你更厲害了 對 如果開碎掉的話會怎樣 碎掉價錢就剩大概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王大哥我現在心情跟你剛才一模一樣 可是你確定這沒有問題啦 沒有問題 百分之百沒問題 那哪裡證明它是金門酒廠的 底下有印啊 底下有印金門陶瓷 然後這個封口是OK的 這是老的封口 不是後面再加工的 所以這瓶酒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昨天還特別上網站去 老九霖的網站去看 對 它也有 對 類似的酒 但是容量不太一樣 你自己估多少 你問朋友 至少一萬 一萬條 好來我給各位看一下 那個阿忠哥的話 估的這個價格 給那個 來 我的貓台都不如它 人民幣耶 不用難過 你說一萬有含無事吧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在那個 酒類的拍賣裡面 73年3公斤的瓶床 彈庄的這個特級高粱 這是高粱還是大驅啊 大 我看一下 這是高粱還是大驅啊 應該是大驅酒 這個是大驅酒 它上面寫 應該是一樣的 我們看這瓶上是一模一樣 大驅酒 不過它是兩瓶 兩瓶一組 人民幣是一萬兩千九百零三元 相當於台幣的話 那是六萬多塊錢 那除以二的話至少三萬 三萬塊錢 那我太保守了 我都被老九霖害的 因為它每次都什麼兩千啊 三千啊 所以我們現在股價都變保守了 你知道它很 等一下股價怎麼辦 不是 老九霖很惡劣 它就是那個酒 惡劣 對啊 你跟人家 後來跟人家講說那瓶酒 這個要開 要開 要開 後來聖美把它打開來 一萬多塊錢 真的 當場就把一萬多塊錢 沒有 因為我們沒有喝掉 他一直說很好喝 說我們試試看 不是惡劣 這個我們為什麼不試看看呢 這個看願力的話 不要 三萬塊 剛剛王大哥看起來笑秘秘 怎麼樣 我們開了好不好 那個我們現在應該要開出去 我們就把它開了 我尊重這個人 我們要合組受害聯盟 受酒耶 好 來 七十幾年 七十二年 七十五年 七十六年那時候出的 好 來這個大屈酒 一談 來 我們評估一下 那個阿忠哥自己孤篩一萬塊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錢 五萬塊 謝謝 我告訴你為什麼它是五萬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 它不只這個五萬 它因為有漏酒了 在這裡 都漏出來了 哪裡有漏 有漏 有那個水汁都要出來了 而且這裡都卡住了 那這瓶酒很特殊 這個是用特級高粱的酒來裝大區 這是金門七十二年七十三年出來的 第一批的特級檀裝高粱 來做大區 為什麼它後來不做這個顏色 第一個 它不好燒 第二個 它是浮跟瘦 人家叫它棺材酒 前面浮後面瘦 然後燒的這個顏色 又像棺材的顏色 就跟棺材一樣 對 所以這個酒就是 後來它就改白毯 這樣你了解 那這些毯子又後來 白毯好像有沒有比較吉祥 看起來更像那個 沒有 這前面浮後面瘦 後來它改一隻龍 那因為這前浮後瘦 然後加上這個顏色 人家都叫它棺材酒 然後燒的時候又不是那麼好燒 顏色常常會出狀況 對 那後來在七十五六年 又找到這個空瓶子怎麼辦 就把它裝大區酒直接印上去 它很少 第二個 它非常的少 它真的很少 第二個 這種酒在拍賣來講的話 比一般你看到的大區 行情都好 是因為它酒比較不容易蒸發 因為它是塑膠頭 這個塑膠頭 如果沒有脆化的話 這個酒是可以保存很久的 所以這裡面的話是特級高粱 大區 還是大區 它是大區 它是用特級高粱的瓶子 來裝大區 特別印上去大區酒 這個數量很少 所以它上面很少 這個是加印上去 一個大區酒這樣子 對 它數量非常少 所以裡面裝的真的是大區酒 所以你有看過這個酒嗎 我自己有幾瓮 你有幾瓮就對了 對 但是三公斤的品項這麼好的 我沒有 我上面的FOMO有裂掉 這叫棺材酒 這不會又稱棺材酒 你現在收這一瓶酒的話 收五萬嘛對不對 對 我會跟他收五萬 那這一瓶酒的市場在哪邊 在台灣還是在大陸 在台灣 在台灣嗎 大陸不懂得這個東西 是嗎 是這樣子嗎 他們都認識那些玻璃大區 藍瓷大區 汪莊大區 像這樣的他們不是很清楚 而且七十五六年的大區酒 跟各位講一個情況 它未必好喝 它未必好喝 其實大區酒最好喝是五十幾年 六十幾年 還有在七十一七十二這個很好喝 那還有七九八十八一 這一個部分也滿不錯的 就很穩定啦 七五七六的大區有時候你開來會 對 有時候開來喝你會失望 它少了一股大區真正的香味 我不知道什麼原因 但是七十五六年的大區酒 有時候它的品質落差很大 好 來 但是老九霖 你說這個市場是在台灣 可是這邊的話 給的是人民幣的一個價格 我聽說這一瓶酒的話 在中國大陸賣的價格 在市場上面賣的話 可以賣到二十萬台幣 真的喔 不可能 好 來 沒關係 我剛剛看了一下 這瓶酒的話 是近期在台灣的一個拍賣會裡面 正在拍的 那它預估的一個價格 是在一萬兩千九百塊的人民幣 那我們應該這個酒 最近應該拍完了 我們再上去查一下 就是它最後拍得的價格 到底是多少錢 我們日後在節目裡面來公布 對… 那這個拍得的價格代表 它市場上面一定有 這樣子一個價格在 那這個訂價的話 是已經是訂在這邊 最起碼的話 如果有人拍的話 到底會不會創造 它的一個另外的一個價值在 這個要解釋一下喔 拍賣價不代表行情 拍賣價很多人是 有時候是在那個氣氛 那有時候還有其他的原因 這個我們就不多說啦 但是這一瓶市場上 絕對有五六萬的行情 這是市場的價錢 那因為它 我願意說給它收五萬 是因為它稀有 它真的很稀有 所以恭喜你 恭喜你 謝謝 你終於確實了 五萬塊你敢有買賣 五萬塊耶 對啊 因為你剛剛講的這個要拍賣嘛 對 那我當然拿到拍賣會場 我們要拍賣場去了 五十萬耶 五十萬 月幣 好啦 今天這個 這個阿忠哥的話 真的是懸此成功 來 謝謝阿忠哥 好 接下來呢 霸王順又出現了 這次帶來什麼醉來了 這次是森榮 男人的最愛 進 看起來就很有進 這台灣就有了 不是 我現在發現 我覺得男人 對這種酒有一種迷思 我在湖北的時候 他們的人大主任 就等於我們這裡 像王金平的那個位置 就是議長 他送我這個酒 是因為他覺得我歌真的唱得很好 好啦 人大主任說的啦 你們真的是一起的 一國的 沒騙你 你的鼻子有問題 他的耳朵有問題 剛才是沒有特... 王大哥在這邊 你敢這樣子說嗎 沒有...我在想 但是人大主任送給他酒的意思 就是說希望他家庭幸福 對啊 森榮酒嘛 對 回去給你老公喝 真的 我歌唱得不錯啊 大哥跟你歌有關係 他說你少... 他說你歌唱... 他說你歌唱得不錯 但是少了一個價 對...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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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